大家好 欢迎来到Mets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传值和传引用的区别 以及学到了我们特殊 函数形式中的第一种 变量函数 接着我们往下来看 学习一下第二种形式 我们的回调函数 首先回调函数 在开发系统的过程中 有时候我们希望针对一个对象 或者说一个值 执行多个不相干的操作 那这时候我们使用回调函数 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可能说在这儿 给大家讲完回调函数 大家体现的没有那么明显 那以后大家再看别人写的框架 或者看一些开源框架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里边有好多回调函数形式的应用 那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自己来写一个回调函数 来定义一个function8 定义一些函数 写成一个play echo i'm playing playing 再来 再来一个function starting echo一个 I'm starting 再来一个function 写成一个 going go 或者是relax echo i'm relaxing 来三个就可以 有这样三个函数 没问题 接着我再来定义一个函数 function 写成一个do what 接着在这里边 我需要接受一个参数 你在干嘛 doing 那现在你可以传一个假如说我在play 我在玩什么 对吧 我在玩 那这时候你可以给我传一个函数的名称过来 那在函数体内我们怎么来调用呢 只用以doing加深一个小括号的形式来进行调用就可以 那现在你看到我都没有加参数 那接着当我想调用的时候只用写个do what 传一个我想再玩 传一个play 你看到我是把函数的名称传过来了 在函数体内配合上我们的变量函数的形式 这样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回调函数 那接着你来实验一下 这时候应该出现一个 I'm playing 那接着又来一个人你在干嘛呢 他告诉我 do what 写成一个starting 同样的你可以在这来写上 I'm starting 第三个你可以再实验一下 是一样的 那现在你也可以告诉我在玩什么 对吧 假如说这块需要接到一个参数 你在玩什么 something 同样的这也是你在学什么 你在放松什么 那这时候你看到他们需要接到这样一个参数 I'm playing 加上一个 dollar something 同样的把它也粘过来 那现在你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以这种形式调用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你在玩什么呀 这时候就需要传第二个参数 写成一个 sing 接着呢我在调用它的时候 也需要传这样一个参数 那现在再调用的时候 我要变了 我在玩什么呢 我在play ball 球 我在学什么呢 我在学习 php 当你这样调用的时候你来看 有参数的时候你就要传参数 我正在玩球 我正在学习php 这样的效果 那这是我们自己来定义的这样一个回调函数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函数 来实现你的回调函数的形式 通过哪两个呢 一个是call user f1c 一个是call user f1c array 它们两个差不多 就是传参的时候 一个是按值来传 一个一个来传 一个呢是把多个值 多个参数放到数组里 也是一样的 那接着简单的带你来应用一下 这个call user f1c 和call user f1c array 好 那就拿上面我们定义好的这个为例 可以来call user f1c 这块呢需要传的是函数的名称 写成一个play 在玩什么呢 我写成一个游戏 game 你看到第一个参数是 你要调用的函数的名称 如果有参数的话 这时候你要写上参数 接着应该看到一个我在玩游戏 那如果没参数的话 我们可以再来定义一个function test echo this is a test 你看到这个函数就没有参数 那接着我想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同样的也可以通过call user f1c 调一个test函数 传的是这个函数的名称 this is a test 也可以 接着再来写一个 function clc 接着第一个参数 到的是 number1 到的是number2 到的是op 默认的是加号 那现在你给我两个值 我应该直接return一下 或者echo一下也行 return也可以 return一下 dollar number1 dollar op 简单的来匹配一下 给我两个值 再来给我一个操作符吧 我给你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那可以判断一下 if dollar op 如果等于等于加的话 这时候应该是得到他们两个加的结果 else if op 等于等于减的时候 dollar es 等于dollar number1 减dollar number2 else if dollar op 等于等于乘 一个减1的计算器 dollar es 等于dollar number1 除以 dollar number2 else if dollar op 操作符 要等于等于除的话 这时候 ies 等于dollar number1 除以dollar number2 最后再来一个取 等于等于取 的话 dollar es 等于dollar number1 百分号dollar number2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只有return一下 dollar es 那现在你看到这个函数需要有三个参数 当你再想调用它的时候 你就需要靠userf1c 第一个是函数的名称 第二个来传值 1 2 再来一个加号 那得到的结果应该是3 你想看到这个结果需要来输出一下 因为我们是返回回来的 你看到结果是3 这样的效果 当有多个参数的时候你可以一个一个一个在后面来写 但是如果你感觉很麻烦的话 你可以传这样一个数组 你来看 就可以通过靠userf1c array的形式来传这样一个数组 userf1c array 第一个同样的是函数的名称 那这个数组你可以传一个array 第一个值 第二个值 第三个是一个加号 或者换一个换一个 11 2 乘以 那结果你看到应该是22 这样也可以 他们两个实现的作用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是参数传参的形式不同 一个是传数组 一个是一个一个来传 都可以来实现你的回调函数的形式 好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简单的把这个回调函数来应用一下 等以后呢 我们再用到它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说 或者在读别人框架的时候 哪块用到了这种回调函数的形式 我们再来说 包括我们的系统函数中 也有好多这种回调函数的形式 像arraywalk 对吧 像array的flip array的filter 这都是可以实现我们的回调函数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